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体德发展区 就见到另一个居屋屋院 体浪园 体浪园提供683个单位 左手边是德朗邨和玄一居 右手边是斯柳豪宅 位置紧贴沙中线的体德站 但由于沙中线19年才通车 所以入伙初期交通配套可能就不太方便了 体浪园有三座 实用面积由286尺至470尺 屋院平均尺价9755元 是来到居屋的最高定价 286尺最细单位只是卖约227万元 尺价7937元 屋院配套方面 在屋院走一分钟就会到达体德港铁站 而旁边的体德体育园和车站广场 将会在2023年左右建成 而屋院附近都有德朗邨商场 以及晴朗商场 里面都有街市、食市 以及一些卖日用品的店铺 体德发展区也是九龙名校区的34校网 入伙初期地铁还未通车 如果要去附近TT站 就要再搭巴士或小巴 附近也比较少休戏空间 未来还有很多新盘会起 可能周围就会比较沙尘滚滚 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